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 胃内有大量的泥液 水从死者口鼻灌入死者体内 未充盈 经过魏波小姐正宫吸附过后 发现死者脏筋内有归藻尘酸 与现场水样归藻一致 可以判定她是在河里溺亡的 问题是 她是怎么溺亡的 颈部和枕部有皮价出血情况 一般这种部位受伤不会造成受害人昏迷 通常只有头部损伤才会昏迷 或者是神经元性休克 头皮上有事般掩盖 所以没有办法辨别有没有受伤 头部枕部有皮内出血 属于轻微损伤 但不太可能治愈 我认为神经性羞愧的可能性更大 护音部有细微变色 但是不明显 看到了 通过酒精的挥发 使皮肤水分丢失 皮肤变薄 看到了损伤 口鼻有损伤有出血 有生活反应 是生前损伤 也就是说 死者是被一个表面光滑 质地柔韧的物体 攻击了会音部 导致暂时性休克 比如说徒手伤 有人用拳脚攻击了死者的会音部 会音部神经丰富 一旦受机容易导致心率变慢 血压降低 从而突发性育绝 严重的 甚至可以导致抑制死 不过这是极小概率实现 但这也就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死者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入水的 对 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 现在提取死者的心脏 做病理学解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